全球AI晶片排行榜出炉?中国新距离崛起还有多远? 近日,市场研究公司Compus Intelligence供不了全球AI晶片榜单,其中大家比较关心的中国AI晶片公司,上榜的有七家,让大家对国内晶片行业的发展充满信心。 不过看似中国晶片公司已经跻身全球前列,但是从表中不难发现,前十七本被欧美瓜分,中国企业基本在实名开外。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ompus Intelligence,带来的全球AI晶片排行榜中显示的,全球前24家AI晶片公司中,华为位列第12名,成为了国内最强晶片厂商。 值得注意的是,榜单上,前三名分别是英伟达,NVIDIA,英特尔,英特尔,以及IBM,均是美国公司,对比全球15强中,国内仅有一家公司上榜,在AI新联领域,我们与第一阵营的企业之间,差距仍十分明显。 通过Compus Intelligence发布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,在过去三年时间中,全球各公司在AI领域已经投入超过600亿美元。 目前,AI新创公司就有约1700家,业界对于AI晶片组需求正逐渐扩大,国内同样也在快速发展AI晶片技术。 而榜单中以华为首的这七家公司,更被看作是未来中国新进入第一阵营的期望。 有资料显示,2017年9月,华为推出第一款AI晶片麒麟970,该晶片采用了行业高标准的TSMC10nm工艺,集成55亿个电晶体,功耗降低20%,并实现了1.2Gbps峰值下载速率。 排名14位的联发科,同样拥有自主智慧产材产权的晶片,名为Sili P60,是2018年3月发布的首款内建AI功能的晶片。 据介绍,Sili P60采用ARM的四个Cortex-A73及四个A53的八个核心架构,效能相较上一代产品Helio P23与P30产品,CPU及GPU性能均提升达70%。 除了这两家AI晶片公司外,其他上榜的公司,也已经在AI晶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。 爱媒咨询数据显示,在2016年,中国人工智慧产业规模增长率已经达到43.3%,突破了100亿元,预计2017年达到152.1亿元,并于2019年增长至344.3亿元。 AI晶片方面,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,不过目前,急需解决的问题,还是要掌握核心技术,以自主创新加速国产晶片发展。 联想控股董事长,联想集团创始人柳赚志表示,天赐燎原的开源ECS1V晶片出现了,我们专家是不是该论证一下其可行度? 如果说我们用开源作业系统创造了中国路游戏、软体出口等上千亿的产业链,为什么不能用开源做出自己智慧财产权的射频、DSP、DRAM、CPU等半导体集成电路晶片呢? 高性能晶片被誉为工业粮草,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信息技术水平,是目前我国可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,未来随着AI热度的持续增加,巨头们在晶片投入也会越来越强,国家自然也会更加强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